HELLO 大家晚上好 現在這條影片正在拍攝的時候 已經下了波了 下了波很久 不過今天下午中午之後才下波的話 雖然說都有一些街市的當販會開檔 但是相對來說買東西都沒有那麼多 所以提前你明知道打風 其實你提前買東西都沒有什麼吃虧的 今天這條影片我就跟大家分享 利用急凍肉去煮的一個菜 之前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個番茄煮豬扒 大家有沒有跟著一起做 是不是很好吃呢? 跟著今晚刻又有另一種番茄煮豬扒 我之前也介紹過的 這個剛剛好是超過市場做大減價 兩匹就七十多元 圍到三十八、三十九元一匹 大減價原價就差不多六十元 既然買了一個丹麥的毛骨煤頭豬扒的話 我想來想去 我女兒又喜歡吃番茄 不如做番茄吧 今天就做這個菜 這個就是後補的 後來才買的 超過市場有個好處 就是無論打不打風都不會加價 她那個月或者那個星期做的公開 她都會照做 買了番茄 喜歡吃番茄的話 就多一點 今天這裡有六粒番茄 七粒番茄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很流行證明它新鮮 買這個連丁連連根的番茄 四粒 差不多了 接著之後 這個毛骨豬扒就兩匹 如果人多或者想吃多一點的話 就兩匹 如果人少的話 一匹都夠一餐吃的 好了 接著之後 我們首先 大家看到 我這個是拿個鐵盤 裝著有水 為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我怎樣做 沒錯 就是我們為了要衛球 它又要解凍 同時不要碰到生水 不要碰到水 所以我就連一包 它密封 這個是屬於真空包裝 我就用它 加這個滾水 接著之後 大概十分八分鐘 它就可以完全解凍 完全解凍 既可以有室溫解凍的效果 沒有熟 同時間 亦都可以 就是 比較快速地去解凍 OK 如果大家 有聽書的話 有跟著做的話 應該就不止第一次做 那就做得很好 接著之後 現在我們就要 先解開它 豬扒就不同 牛扒 我們豬扒 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就不用 不用 它的血水 所以 我解凍之後 我通常都要 沖一沖 而且 豬扒 就比牛扒 硬一點 OK 它的肌肉紋理 也是密一點 所以 我們 可以的話 把它 沖一沖水 然後 大家看到 我是 插它 插它的話 就可以進一步 將那些血水 插它出來之後 就可以令到它 可以是更加嫩滑的豬扒 之前 應該是前天 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是 椒鹽 毛骨豬扒 好吃嗎 是不是很軟熟 只不過 我們用了一個小時 去醃製 沒有什麼化學粉 今天 這個番茄煮豬扒 這個豬扒 也有別於 除了毛骨之外 我醃製的時候 也有別於 其他的醃法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其實醃製肉類 方法有很多種 我最 最 不要說反對 我最奇怪的就是 不明白為什麼 有這麼多人 就是 是 怎麼說 就是 不懂得變通 不懂得變通 就是 怎樣去 用不同的方法 去醃製肉類 OK 用不同的方法 醃製肉類 自然這個風 這個風味 就有不同 其實另外一個方便 亦都可以 就是 有不同的味道 其實 大家看看 我壓了很多水出來 我們為了要方便 我們處理 我們稍微 壓一下它 讓它的水 不要太多 等一下我們拍豬扒的時候 水就不會擠到四處都是 稍微印一印它 大家看到有很多水 喂?這麼早回來呢? 我還以為你會很硬 肚餓嗎? 那 咬住其他東西 今天做番茄豬扒 好嗎? 太好了 實在是 我說得明白的 我知道你喜歡吃番茄 好 那我們稍微 就是 稍微 就是 這個 我們鎖一鎖水 那 處理豬扒 其實是很簡單的 我知道 有很多人 就是 那個 鍾薯 來打 其實我也有的 不過呢 其實呢 專業廚房來說 想些豬扒 是 就是 淋滑的話 好像我現在這樣 我就稍微 就是 拍一拍它 拍鬆它的 肉紋 那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我這個影片 就是4K來的 我不知道 大家 有沒有用大線視體 如果有用大線電視體的話 就可以清楚看到 我拍了它之後 那個肉紋的改變 我弄一弄對焦點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 用大電視40吋 大電視體50吋 就看得很清楚了 那我呢 拍開它 那其實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 就是做這個 番茄豬扒 那也是香港人的 著名的 這個是 家常菜 那 其實呢 我們很多時候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 特大號的 這個番茄肉片 都可以的 那 通常呢 我自己呢 就一塊豬扒 就 做三遍 那 那大家可以呢 就放在大電視上看 那看得清楚 到底我這樣拍 那個肉紋有什麼改變 那 會拍扁它的 OK 還有呢 我用這個 是 毛骨豬扒 就是這個 梅頭扒 去做這個 就是 番茄豬扒 其實也都有 有個 另一個好處 就是呢 梅頭豬扒呢 它本身就已經夠軟了 還有呢 我最喜歡呢 就是 帶了一些肥膏 那 其實呢 這些肥膏呢 就可以有利 增加肉香 那吃下去呢 就會香口很多的 那 大家不要只聽我說故事 啊 還要看一下我 那個 動作 到底呢 是有什麼 有什麼分別 啊 好了 跟著然後呢 我們呢 就做完了 開始醃製了 醃製之前呢 我們首先呢 就是 洗乾淨的 那個 刀具啊 和砧板啊 那今天呢 就有一個 觀眾啊 就是我不介意呢 他就提出異議 不過呢 他就很不客氣 就說 不知為什麼呢 這幾年呢 YD平台啊 阿豬阿狗呢 都 就是 都做得這個 Youtuber 跟著然後呢 就 就是 教了一些 不對的東西 喂大哥 你沒聽過就不代表不對 那天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 就 建議大家 拿少許的洗潔精 就洗針品 跟著 然後呢 他就說 這樣不對 我在那條片裡面呢 我已經專門說 我說呢 在那個 說明書裡面呢 就 那些人呢 就是那個說明書 就不建議大家呢 就用這個 洗潔精 洗針品 但是呢 我就提出異議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呢 剛剛我拍完這個豬扒 是不是有肥油啊 是不是有肉泥啊 是不是啊 喂你不下少少洗潔精 你是洗不乾淨的 啊 還有我立刻沖水 最重要的呢 就是洗潔精不要多 第二呢 就是呢 我們呢 就要馬上去做這個 清潔的動作 這樣呢 就可以減少這個細菌污染啊 唉 有些人呢 就 經常覺得呢 我沒見過 所以你不對 喂 這個 那些 布去掉了 不見了 那碗布 那 那 不好意思啊 因為 這些布呢 拿了出去用 客廳 那 立刻呢 拿乾布呢 抹乾淨它 那就可以 給你呢 就是 醫書直說 分這個生熟針品 其實更加衛生的 OK 好了 接著之後呢 大家呢 我知道呢 大家呢 因為家廚來說呢 通常都是薑蒜 醃雞翼 去醃這個豬扒 那其實呢 就可以用什麼呢 用這個 是 其他的醃料去代替的 今天呢 我這個醃豬扒 又有少少改變 那 我無非呢 我不是什麼什麼痕 而是呢 我真的知道有這些方法 也都用過這些方法 也都知道是好吃的 有不同的這個做法 兩匹來說就是800克 先說 如果用 大家用過這些 就是 丹麥的毛骨豬扒 都知道一匹是400克 兩匹就是800克 大概呢 就是 一斤四兩左右 那麼呢 我們呢 就不要放那麼鹹 講過很多次了 因為這些呢 等下我們還要炒的時候 還要有調味的 半斤鹽到三分二斤鹽 好 然後呢 糖呢 就可以放多一點點 大概 通常我自己的比例呢 就是 放糖呢 就是 比這個鹽 多一倍 啊 然後呢 鹽糖 然後呢 我們就生粉 今天呢 我就不是用炸 我是用煎 那所以呢 我就不需要放太多生粉 下去的 那就隨便放一點就可以了 跟著之後呢 我呢 這個時候呢 就加一點點的雞粉 那這個雞粉 在這裡呢 就可以辨腥 還有呢 辨酥味 還有呢 這個是 可以 啊 什麼 啊 去除雪氣 不好意思 突然想不到 老步閉塞 然後加一點酒 有 有很多 美國的朋友呢 就曾經提出 喂 就是 我在美國 買豬肉 很糟糕的 那大家呢 我就回了它一句 我說你跟著我做就可以了 那其實呢 我們呢 就 下酒 還有呢 就是胡椒 胡椒粉 最好就是用胡椒 胡椒呢 就清一點的 胡椒或者胡椒粉 胡椒 碎或者胡椒粉 再加上麻油 這三樣東西呢 就可以有效地呢 就使得 那些豬肉 那個 酥味呢 就會減輕很多 就剩下 就會比較 比較好的味道 通常呢 我們都是這樣的 大家會看到 我用那個 就是做那個 蒸排骨 那個排骨 我都是下酒的 OK 但是呢 如果一般的肉片的話 很少呢 我就會下酒的 那當然 如果你說 喂不是啊 都是很酥的 那就下酒吧 然後呢 蠔油呢 大概下1茶匙 然後呢 我們下少少的生抽 基本上呢 就醃好了 你想它更加野味 當然是下些什麼呢 下些 蒜粉 這個瘦了 瘦了潮 不過這些瘦了潮 都還可以用的 這個蒜粉 就很簡單的 我知道我的村子 就有很多我的粉絲 這個蒜粉 在哪裡買呢 你去生技買吧 好 生技呢 也有 有一個梅頭扒賣的 梅頭豬扒賣的 大家可以去幫忙一下它 就不一定要 就是不一定要去超級市場的 因為 生技的梅頭扒 更便宜 28元一斤 是不是 28元一磅 我圍到三十幾元一磅 就是34元一磅 是便宜一點的 OK 這個只有大特價 才接近到它的價錢 好了 那就下了所有東西了 這個時候呢 如果 先頭 我講漏了 其實就不應該下生抽 為什麼呢 我就想下這個美極 可以下美極 可以下少許就夠了 因為美極很鹹的 這裡呢 我講清楚 我先頭不記得了 就下了時候才有習慣 但是其實這個醃法 是可以下美極下去的 如果你要決定下美極的話 就不要下生抽了 記住 我先頭做錯了 好 然後加少許水 大家看到 有這麼多水 看著我醃到它 很快就會 沒有水 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做了不少豬扒的菜式 大家可以發覺 就是我起碼醃豬扒的方法 或者是調味 起碼有四種 大家喜歡吃哪種 隨便大家 大家想都沒想過 對上一條片 我是下了這個什麼 下了五香粉 很多人想都沒想過 下了五香粉 炸出來的豬扒很香 OK 這些蒜粉 比較硬 我現在就拿開它 大家看看 馬上沒有水了 多快 沒有水 都還不可以 那我們就要 繼續拌 要是它現在還沒起膠 大家看到那些蒜粉 鮮頭比較硬 我們就可以再加一點水 大家看到 又有很多水 看著我 接著拌它 它很快就會吸收了水 這種醃法 包括上一次的醃法 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令到 我們煎東西的時候 就沒那麼容易焦 通常你放薑蒜下去 它有實體的薑蒜 一粒粒的話 就很容易煎焦的 大家看到 我拌兩拌 又吸收了水了 所以 如果你是採用 豬肉 或者牛肉的部位 對的話 其實你不一定 需要放梳打粉 也可以 然後 拌到它 開始起膠了 這隻手是感覺到的 鮮頭 雖然它吸收了水 但是你感覺不到它起膠 然後我們再拌一拌 然後我們再拌一拌 大家也會看到 我剁開的豬扒 都有不同的方式 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 拌到它起膠之後 我們再放油 你想那些豬扒 是好吃的 更加嫩滑 油可以放多一點 然後 你就不要像 一般的專業廚房 隨便拌勻它 就算了 我們就要 將那些油 和那些水 和那些醃料 拌到它 水與膠溶 這樣 就出來的效果 那些豬扒 就更加嫩滑 OK 好了 很快又吸收了油 吸收完油之後 還不可以 那為什麼我很多時候都不戴手套呢 原因就是 我可以直接利用手 去感受它的離座 以及它起膠的程度 好了 跟著之後 我們弄完了 弄完之後 這一次就不能排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剁好了 大家記不記得 下一個步驟有什麼 記不記得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 整天 最近 或者是以前的 醃肉 做什麼呢 先封了它 跟著之後 我們就放進急凍格 冷藏它一個小時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我先吸了水 放了很多水 就是要那些水分結晶 在肉 心裡面結晶 這個技巧 就會令到 肉類更加亂滑 為什麼呢 它只要結晶之後 它就會撐開肉紋 就和我拍豬扒的效果 就差不多 然後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當你加熱去煮它的時候 它那個心就很快解凍 但是那個心 剛剛開始的時候 依然會有一些結晶在裡面 於是就令到 當表面加熱它解凍之後 它表面的粉皮 就形成一個很好的保護層 然後呢 當肉心完全解凍的時候 那些水就不可以走出來 沒有倒流 這樣呢 就會令到 我們咬下去 吃下去 那個豬扒 就會特別是亂滑的 即是等於 我先留一開始問大家 有沒有跟著做那個焦點豬扒 如果有的話 是不是特別亂滑呢 是不是跟外面吃的乾柴 是相差很遠呢 原理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呢 很多人呢 就 不知就慮 只會說我 很長氣 但是其實如果大家肯去聽清楚 我那個解說的話 其實呢 就有很多得著的 OK 好了 跟著之後呢 其實很簡單的 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 那個豬 煮那個什麼 煮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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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呢 我就 前日買的 還是昨天 昨天買的 但是呢 大家看到呢 就都很新鮮 哈 哈 所以呢 你提前一兩日買菜 如果你選擇到一些好貨的話呢 其實根本呢 就會是 就是 會是 非常之方便 也都不用怕 就說 只要你處理得當 也都不用怕 說不新鮮 OK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洗乾淨的 稍微搓一搓 蕃茄 我們買蕃茄 怎樣為之漂亮呢 第一就是 當然要先綠色 是不是 那個定 第二呢 就是我們拿上手 通常你綠色的 這些蕃茄 都不會老得去哪裡 這樣呢 我們拿上手 雖然它的顏色很均淨 很鮮紅 但是呢 我拿上手很硬的 這些蕃茄為之漂亮 然後呢 這些都很漂亮 是不是 然後呢 我們拿上手 這些蕃茄很軟 但是依然是很鮮紅的 這樣就OK的了 其實就 簡簡單單 大家等我一會兒 先把蕃茄出來 先把蕃茄出來 大隻的就放兩刀 小隻的就放一刀 其實呢 這個也是貫徹我的宗旨 就是什麼呢 我一開始就說 我是服務這個小眾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很高級的話 覺得我這樣做 很長氣 很低級的話 麻煩你可以去別處看 不用看我的 很多呢 有其他的影片 可以滿足大家的 但是我呢 希望做到的這個效果 就是無論是高中低手 都可以在我這個影片裡 有所得著 其實切蕃茄就很簡單而已 就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這個呢 就是早買 相對 看過定也知道了 已經瘀了 我就在超級市場買的 其實呢 買蕃茄來說呢 超級市場買的就少貴的 但是那天打風 我晚上去買菜 那就沒辦法了 買著先吧 還有 就是說一下 哎 嫌我煩我也說的了 大家如果跟著我都知道 我煮蕃茄就有一手 也很特別的 是完全不需要利用茄膏 就可以提升它的鮮味 新第一次看的應該就很神奇 是啊 竟然不用加茄膏 是啊 我很討厭用茄膏的 除非我做西式的東西 就是西式的茄汁 如果不是的話 我用中式的做法 我就不會加醋 也不會加茄汁 好 這樣就切好了 材料的材料很簡單 拍幾粒蒜頭就夠了 什麼都不用 這裡想說一說 有些人 就喜歡炒番茄 加薑 例如AKA我老婆 我初初我第一次拍拖 或者是初初結婚 我見她 我老婆你在搞什麼 為什麼要拍薑 她說煮蕃茄 然後我說 煮蕃茄加薑 不是吧 我就很反對 為什麼呢 薑呢 本身的味道相對 比較出 新辣味 很多時候 其實你炒好的番茄 你會吃到有薑味的 我呢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家人 就不用薑來炒 變了 我就很不習慣吃薑味 就是番茄來計 所以呢 我就 我就跟她說 你下次可以用蒜頭 不要用薑 是不是很快 我說多個做 是啊 我經常都說多個做 OK 那就是這麼多東西 你喜歡的話 就最後撒些蔥花下去 搞定 如果你又喜歡的話 可以放洋蔥 又可以少些番茄 用少些番茄 然後加洋蔥 又可以 你喜歡 個人有個人的喜好 OK 下一段時間 我們就去煎 很快 好了 三分鐘響了 我們呢 就繼續 這個時候呢 它呢 就不可以的 我們呢 就開大火 我們先補一補火 那大家見到呢 它開始呢 就有水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們補火 也都很緊要 就等它那些水氣呢 就稍微蒸一蒸發它 大家看到嗎 那這裡呢 我有一點點失敗了 因為它出水 OK 也都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鮮頭呢 即是我急凍的時候 它表面呢 有些水 那補火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呢 就是要是 開大火之後呢 每一邊呢 就十幾二秒好了 不要太過耐 那我就輕輕呢 就拿個鑊 就將 就 鏟那隻鑊 那隻鑊 那個力度呢 就要在那隻鑊那裏 那裏 不是鏟那些肉 那些肉啊 如果你鏟那些肉的話呢 那呢 就會是 鏟掉它的粉呢 那就 變了就 煎得不漂亮的了 好 那現在基本上可以了 然後關上小火它 我們呢 就把那個豬扒呢 就反轉了 那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就不是 太過焦了 那這個這樣 有一點點的焦香呢 就對了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就拿那個焦 那這個太碎呢 就弄得不太漂亮 好 那大家看到呢 在畫面上面呢 就看到呢 就有輕輕 焦焦焦的 就不是太焦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再把那些油呢 就把那些油呢 就把所有的位置 啊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一樣 是關上小火啦 那就關上小火啦 然後呢 繼續 烤鑊 三分鐘 又三分鐘 是不是很簡單 是啊 等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啊 好了 那 那 三分鐘又響了 這個時候呢 就差不多了 好 那 第二 第二邊呢 就稍為呢 就是 多了少少 那 就好像現在煎到現在 這樣就OK的了 那 第二邊呢 因為它乾身了呢 它就比較快 就是 香口啊 所以呢 我們就不需要再補火啊 那 大家看到呢 我先關了火先 那大家看到呢 如果我煎得不好的話呢 就是我醃得不好的話呢 它就會脫粉的 大家看到嗎 那 那 所以我要洗了鍋了 那 第二轉呢 我就不洗 即是我就不會給大家看了 那就太浪費時間了 記住呢 我們拌的時候要拌得好 拌得不好的話呢 就會變成現在這樣 啊 這樣呢 我們又要洗鍋 OK 那下一箱呢 我們就開始炒菜了 那就很快的 那大家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 效果啊 那 只要呢 有一邊呢 比較金香就可以了 那就不用呢 就是特地呢 就說煎到它呢 所有都好像煎豬扒那樣 煎到很漂亮的 就是煎到它所有的 都是很金香的 不是的 那邊邊呢 有些金香 最緊要就是不要讓它焦了 那還有呢 有一邊 其中一邊呢 就有金香 那呢 我們煎的豬扒出來呢 做出來呢 就會特別滑 還有呢 就不會是難吃的 OK 好 那下一箱 我們就正式炒菜了 我再煎下一底呢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OK 行不行 那就記住了 為什麼會是 就是有這麼厚的粉底出來啊 或者是這麼不好啊 原因就是因為呢 先頭我醃得不好啊 雖然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 大家要記住呢 為什麼我經常都堅持說 要花那麼多時間去醃呢 先頭我就應該就是 判斷錯誤了 所以過早收手 於是乎呢 導致到它煎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黏底的 不是黏底的 是脫掉那些粉出來的 OK 行不行 大家要記住啊 下室見啦 好了 大家了 煎好這豬扒之後呢 準備了所有東西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 開始 炒 這個番茄了 那大家看到 我們呢 就要煎到呢 是少少金黃 不用煎得很熟的 不用煎得很燙的 OK 這樣呢 最後呢 我們煮出來的番茄 豬扒呢 才會比較嫩滑 那一樣啦 每一次都需要背口缺 大火燒鍋 見煙落油 再見煙 我們就下料炒 那其實這個呢 就 番茄豬扒呢 很多人都會做的啦 不過呢 是不是做得好吃呢 就是兩件事啊 雖然呢 煎到我說 因為呢 就是我醃得不太好啊 那 有少少貼底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大家見到呢 煎出來都是挺漂亮的 跟著之後呢 我們 大火燒鍋 下油見煙之後 我們呢 就先下這個蒜頭 爆一爆 那很簡單的 見到蒜頭起苦皮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是 炒一炒那些番茄啦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糖啦 那 記住呢 我們呢 想那些番茄不加醋都夠酸呢 我們先加糖下去炒一炒先 二 三 四 五 六 一粒番茄就一 一根糖啦 那 有些人呢 就以為 哎呀 你這樣 就是 那麼多糖啊 就不好啊 其實你加醋啊 或者是加其他東西 都一樣那麼多糖分的 那 我現在呢 下這個 是 下這個 下這個 糖呢 就炒勻它 先勾出那個 番茄的 這個 天然果酸出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最後呢 再調味呢 它就會變得很酸的了 OK 好 跟著之後呢 大概呢 就下 嗯 200ml到300ml 左右的這個 這個 這個水 那 現在呢 我們呢 下去煮啊 那麼 稍為煮多久呢 大滾了之後呢 這個番茄呢 你就煮大概呢 四至五分鐘左右 啊 那麼啊 主要現在呢 就是要煮淋的番茄的 就沒有其他 要做的了 OK 現在已經是進入大直路的了 跟著下一個鏡頭呢 就大家看一下 怎樣了 我等它滾了之後呢 我就煮它大概五分鐘左右 四五分鐘左右 啊 待會見 好了 大家 大滾了之後 五分鐘啊 煮了 啊 跟著之後呢 現在呢 200ml水 其實呢 它煮出來呢 都會還有很多水的 為什麼呢 番茄呢 就比較是多水啊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先是 倒了些豬扒下去 煮一煮它先 然後呢 跟著之後呢 大家看到呢 那些番茄呢 都還是可以保持回形狀的 是啊 現在呢 就繼續讓它煮啊 這個時候做什麼呢 我們呢 就把蜆放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視乎水的多少 和你那個 餐的份量 那我們就 開了水它 跟著倒下去 好了 去到這裡 都還沒調味的 是不是 那現在呢 我們倒了些生粉水 下去之後呢 我們開始調味了 那就視乎 你那個份量 那大概呢 就 那個 看過番茄的重量啊 那大概一斤 我們就加一斤鹽 那如果是 好像我這麼大份的話呢 就一斤半 然後呢 跟著之後呢 就一點點的雞粉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取勻它啊 那你 如果你呢 你不想那些番茄這麼爛呢 就不用五分鐘的 大概啦 三至四分鐘左右都可以 不過呢 我就喜歡呢 就煮爛少少 為什麼呢 那些番茄出味啊 就會出得厲害些 這個時候呢 我們調味不用再加糖了 我試試味道先 因為份量比較多 所以呢 我自己呢 掌握到不太好啊 嗯 夠了 有酸味 夠酸了 不要再加了 然後最後呢 增強它的酸味 加少少的醬油 生抽啊 嘩 這麼大份 我又可以吃兩天了 說真的 好 跟著之後就收到火了 這個醬汁呢 就非常之好送飯了 那我現在呢 我就要拿回廚子呢 我擦一擦 就是擦一擦這隻碟 很多油和很多漬 那我先來 放一些上碟 因為太重了 太多東西了 那大家看到呢 我這個時候呢 那些番茄呢 煮得比較爛的 那如果呢 如果呢 大家是想更加野味 又喜歡吃洋蔥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 即是可以是 加些洋蔥下去 那通常呢 我自己呢 煮到番茄呢 都會多些汁的 為什麼呢 子女喜歡吃的嘛 拌飯啊 一流啊 好 一個野味 好送飯的 這個是 番茄煮豬扒 那就完成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樣子是怎樣 好了 稍微動一動它 稍微動一動它 讓大家看到 比較好看 然後再在表面 灑點蔥花上面 記住呢 一定是生蔥 要是呢 生蔥呢 待會我們拌勻它之後呢 就跟那個 就是那個 番茄汁呢 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 這個 效果啊 就等於是什麼呢 我經常說的 你吃洋蔥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 是有少少的辣度啊 就是少少的 生生的感覺呢 那個洋蔥呢 就最好吃 其實這個原理呢 我現在放 就是這個蔥花下去 待會拌勻它 用來吃呢 好好拌飯 其實這個原理也是一樣的 OK 行不行 那其實呢 這個菜呢 就 並不複雜啊 主要呢 就 這個成敗的關鍵呢 就有兩個點 一個呢 就是你醃豬把的時候 醃得好不好 那先頭呢 我自以為呢 就醃得很好啦 但是呢 就 最後呢 就 出水啦 跟著之後呢 就 就是有少少個鑊 就不是說它貼底 是有少少鑊 因為你一煎乾了之後呢 它就一定是有層鹽在那裡的 於是乎呢 就有鑊肉 那可能呢 有些新的觀眾呢 就 也都在那裡笑我啊 就是 那裡好像上位觀眾 那裡有人蓋鑊蓋的 那我麻煩大家呢 就去我那一條 那裡啊 就是那一條呢 這個 香茅豬扒那一條片 看一下我怎麼煎 同樣的手法 為什麼那一條煎得這麼漂亮 而這一條呢 就煎得這麼差呢 那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在醃的部分 就出了差錯 所以呢 為什麼呢 我經常都不厭其煩 在醃肉那裡呢 我就跟大家 分享得特別詳盡 特別是講得仔細的 原因就是在這裡 我經常都說 你混得好的話呢 你那條 就是那個菜 就已經是成功了一半的了 OK 那番茄就不用說了 那我先試了味 就夠了這個 是 夠了這個什麼的 夠了這個 是酸度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煎完的豬扒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和這個 是 聚業廚房的 有什麼分別呢 你只是單看這個 一定是很多水的 嗯 嘩 好軟 看看味道 這個很好送飯 加上這個酸酸味味的感覺 又不鹹了 嗯 好了 這樣呢 我現在呢 做個總結 先說 這個菜的成敗 關鍵呢 就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呢 就是在你醃的時候 你要醃的時候 就盡量呢 就一定要醃得好些 你花多少時間下去 拌那個部分 當你拌到它沒有水了 你再封油 再封油 封得漂亮 跟著之後呢 你煎完 就會煎得漂亮了 在這個部分呢 你整個菜已經成功了 超過一半了 第二樣的呢 就是 如果大家 我做了很多條蕃茄的片 我都沒有加醋 也都沒有加茄糕的 第一 我已經開了明兒講的 我是很不喜歡茶餐廳 加茄糕 煮這個蕃茄 所謂的蕃茄汁 這個是西式的做法 現在呢 我們是傳統中式的做法 但是傳統中式的做法當中 你炒蕃茄 也有人會加醋的 白醋 很多人餵求方便 彈求方便 就下醋 但是其實這件事 也是不對的 你想知道它到底有沒有下醋 你吃下去有沒有功備 你就知道了 因為我不喜歡功備的感覺 所以 我就不喜歡下醋的 但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 令到蕃茄夠酸呢 其實就簡單很多 很簡單的原理而已 你先用很多的糖 去勾出 那個蕃茄的酸味 天然果酸出來 然後煮好了 你再加鹽和生抽 這兩樣東西 尤其是生抽 很多專業的師傅都知道 你煮東西 如果你加生抽 煮得久 是會酸的 所以 它加上蕃茄的天然果酸 它就酸上加酸 於是 我這一碟 很好送飯的 傳統做法的 這個蕃茄煮豬扒 這樣就完成了 今天這條影片 之所以有翻拍 是因為我不是用有骨豬扒 而是我在超級市場 買了一些減價的梅豆豬扒 那 現在減價來說 它400克 大概是39元左右 但是我先開始也說過 其實凍肉店是有煤頭扒賣的 那 它只需要28元一磅 28元就是480克 是不是更划算? 所以如果大家想 捉 或者是喜歡 吃這個 毛骨豬扒的話 我建議大家 就去自己 樓下的街市 去凍肉店 買那些煤頭扒回來 可以嗎? 好了 我們處理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太複雜的 我們只需要拍片它 大家先看到畫面 我特意給大家看 我叫大家用4K電視 40吋、50吋看 就一定看得到 那個質感的變化 我們只需要拍鬆它 就可以了 跟著我們醃 除了是 我先開始強調的 你要撈乾水 你加了油之後 要撈夠它 就是撈夠身 讓它的油水 是混合在一起 和生粉 就起到一個 保護的作用 那我先開始 應該就是這部分出了錯 所以煎東西的時候 就出水 那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呢 有一個絕妙的技巧 是醃肉的 為什麼這麼多專業廚房 或者這麼多影片 都叫你們 放進冰箱一會兒呢? 很多人就知其言 而不知其所已言 大家都知道 我講得特別清楚 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原理 因為你放進冰箱 它冷了之後 那些水會有結晶的 接著那些結晶 它有兩個作用 一個就是 扯開了那些肉紋 令到它更加鬆軟 第二個就是 當你煎的時候 表面熟 表面結了焦 但是裡面 仍然未完全解凍的時候 就會能夠最大限度 保留它的汁水 在裡面 肉身 越多水 就越容易 做出軟滑的感覺 我先頭試吃 我不是假裝的 如果大家跟足 即使今天 我做錯了少許 但仍然很亂滑 原因就是 我先頭說過的效果 可以嗎? 記住 如果你趕時間 沒有什麼 即是不夠時間 你可以把它放進急凍 如果你夠時間 譬如你提前做 我早上回來 我馬上醃 然後放半天 晚上才煮 其實你普通的保鮮格 都可以的 可以嗎? 記住 這樣會令肉更加亂滑 原理我講得非常清楚 以後大家就知道了 好嗎? 就這樣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做法 也是天然果酸的做法 也不需要添加化學材料 也可以是非常好吃的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